从内罗币到广州的KQ882航班共有175名旅客 早上抵达白云机场 旅客下机后进行流调、测温、测核酸 然后办理入境手续 广州海关在白云机场口岸增配13套远程作业设备 零接触快速精准审核入境人员健康申明卡 人工审核工位增设1.8米高透明挡板 并加装非接触式测温枪 进一步减少人员接触 旅客取行礼后 现场转运组人员通过沿途设置水码 引导旅客进入带转区域 按20人一组逐一核对信息安排通行 主要是通过物理的间隔 在不同的区域服务保障不同的旅客 我们的入境旅客所有专门的通道 专门的服务保障区域 国内的旅客有专门的服务保障区域 入境旅客经过扫码核实信息后 会被引导到机场东客运站 专门登车区域 按指引上大巴去不同隔离酒店 司机跟旅客 由塑料防护板物理隔离 转运工作人员坐引导车 跟旅客分开 大巴是45座的话 坐21人 自疫情发生以来 截至今年10月29号 在白云机场入境航班中 共拦截确诊病例1227例 无症状感染者1772例